全程上手銬腳樓 前方還有粗暴特勤隊持槍借護 兩名嫌犯身穿防彈背心 戴上墨鏡入境桃園機場 震驚社會的台南88槍擊案 有重大進展 走在最前面的是策劃整起案件 綽號昂箍的洪正軍 後方就是開槍的槍手孔祥志 逃亡將近四個月 在大陸落網 25號下午被遣返回台 時間回到去年11月九合一大選前 民進黨中指委郭再青 曾經經營的科技公司 和議員競選總部 一共招人開了88槍 刑事局22號接獲大陸通知 出發待人 警方掌握槍手孔祥志 犯案後半個月 就從中部坐漁船偷渡到福建 昂箍洪正軍1月初 發現苗頭部隊 也從南部搭船到福建 和孔祥志會合 逃亡了108天 25號被押回台湾 因為兩名嫌犯走的是 一般旅客的入境通道 也因此從整個管制區 到入境的這個大廳 從頭到尾都有警方 鶴槍實彈來戒備 就怕有意外發生 這回為了把這兩人 帶回台灣 刑事局到場全程介護 並且出動除暴特勤隊 另外台南市警局 台南市刑大 也到機場交接待人 航警負責機場的維安 台南地檢署相悅檢察官 也親自北上 這段時間總共查棄了14位嫌犯 其中有5位收押 傳出兩人犯案前就有一位 前名帶先到對岸安排偷渡 但台南警方初步排除這個可能性 國泰辦證實孔祥志和洪正軍 非法入境後就被逮捕 這也是繼前年新店咖啡廂 槍擊命案之後 兩岸警方再一次合作 打擊犯罪 TVBS新聞中 我們感謝檢警的辛苦 也希望能夠盡速 能夠還原真相 經過108天的追查 政經全台的88槍槍擊案 槍手孔祥志及主持者洪正軍 終於落網 市長議員沒有太多的喜悅 因為正向人未釐清 到底有牽扯多少官商勾結 或者是黑吃黑 尤其是整個光電的內幕 應該盡快的釐清 台南88槍擊案發生在去年11月10號 遭到槍擊的謝財旺服務處 彈痕累累的鐵門已經換掉了 但是屋內還有零星的彈孔 謝財旺成租這裡10年 槍擊案後已經退租 而民祥新已變賣的舊廠房 也是槍擊地點之一 由於他是民進黨前中職位 郭再卿的公司 而郭再卿涉足光電事業 遭槍擊是否與龐大光電利益 有關遭到質疑 另外民祥新也涉及 雪甲爐渣案 兩者有關聯嗎 雪甲爐渣案2015年 郭再卿或不起訴 2019年里長明代再檢舉 檢方重啟調查 在槍擊案爆發後一個月 認定民祥新非法掩埋 67萬公噸爐渣 獲利至少21億 將郭再卿等8人起訴 郭再卿也在隔天火速請辭民進黨中職位 主要這個犯罪的集團 跟光電利益者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怎樣 這個集團犯罪的動機 也目的也手段 我敢在技術偵辦 88槍槍擊案迟迟未破 讓雪甲分局長遭拔官 台南警察局長調職 如今主嫌槍手落網 能否查出幕後真相 備受關注 去VBS新聞顧手倉 台南報導 唱出戰火下失去家園的悲痛 這是美國鄉村歌手 布萊德派斯里的新歌 不過仔細聽歌曲中 竟然出現神秘嘉賓 烏克蘭總統 泽倫斯基親自錄了這段音檔 希望透過派斯里的音樂 讓更多人理解 烏克蘭人對自由的渴望 不只透過歌曲傳遞希望 烏爾戰爭在24號屆滿一年 泽倫斯基也在推特發文指出 過去12個月的戰爭 烏克蘭人遭受種種苦難 但2023年將是戰勝俄羅斯的一年 泽倫斯基在24號這天 可說行程滿檔 不僅出席紀念儀式 還去醫院探訪傷兵 甚至到修道院借牧師 都是為了追悼和紀念 在戰爭中逝去的生命 其實烏克蘭央行也選在24號這天 發行俄軍入侵紀念鈔 紀念超上三名士兵 合力豎起一面烏克蘭國旗 烏克蘭央行接下來還打算 發行一系列紀念幣 替這場不知何時結束的戰爭 留下更多紀錄 體育片新聞綜合報導 定點發射火箭炮 步兵型進階射擊 還有跨過崎嶇路面的坦克 為軍隊陣型坐鎮引護 鏡頭甚至在戰車上 跟著這一大批烏克蘭士兵 在去年9月份已經收復的 哈爾科夫自行反攻備戰引領 CNN指出 被俄軍佔領的烏克蘭領土 雖然比去年剛開戰的時候少 卻還是佔了烏克蘭的17% 烏克蘭將領表示 哈爾科夫烏軍的備戰 就是計畫從庫皮揚斯克 往東方向 希望進一步收復 盧甘斯克和南邊的盾內刺客 但目前最大問題 還是炮彈不夠 烏克蘭總統澤路斯基 心心念念的西方戰機 現在依舊沒有 拜登接受專訪表示 烏軍現在最需要的是坦克 大炮甚至是更多 海馬斯防空系統 尤其在俄軍狂轟猛炸下 哈爾科夫近郊城市 沙爾提夫卡 原本有30萬人口 如今成了一座空城 環顧四周大樓 都有炮彈炸過的痕跡 居民回到這裡 只有百感交集 一年下來 光是哈爾科夫一座墓園 人就多了15拍新的墓穴 居民無奈地看著一張張喪生者的遺像 感嘆表示這宛如噩夢 在真實世界中火深深上演 TBB新聞 俄羅斯的聖彼得堡這群人捧著鮮花 他們追到的是烏克蘭市人 烏克蘭卡的一百五十二歲名單 類似的場景也出現在莫斯科 只是民眾獻花紀念的對象 可是俄羅斯政府認定的敵人 所以當地警察穿著防袋背心聚集在雕像旁 只要看到有人靠近雕像 就會直接送上警車帶走 在烏克蘭卡站滿一年的這天 俄羅斯街頭充斥著詭異氣氛 儘管明白戰爭帶來的破壞 卻又認為這是必要之二 俄羅斯為了這場戰爭 去年的經濟產出下跌了2.1% 只是這數字沒有世界銀行 預估的11.2%那麼悲慘 CNN分析認為 這是因為北京在背後偷偷支撐 因為光是去年3月到12月 北京就向俄羅斯購買了價值 五千零六十億美元的石油 俄羅斯經濟沒有因為國際制裁而崩潰 當然也讓他們可以繼續大聲說話 歐盟選擇和美國聯手 不只制裁俄羅斯 還繼續加碼軍援烏克蘭 俄羅斯國家副主席警告 歐美繼續支持烏克蘭 等於是逼迫俄羅斯把軍隊派往波蘭邊界 有新加坡專家認為烏爾戰爭已經讓歐美對抗中俄的新冷戰格局 態勢越來越明顯 TPP的新聞綜合報導 經過連續射擊抒發彈匣後槍管叫頭沒什麼發燙 看來散熱還不錯 這款美制衝鋒槍現在也交到我縣特首上 憲兵特型校慶活動新編制的9公里衝鋒槍罕見亮相 他美國製造重量2.34公斤 彈匣容量33發 有效射程達100公尺 全半自動射擊 適用於近戰攻堅突擊 對反截池 反破壞 反突擊 反截擊等等任務的憲兵特型來說 是款好用的新武器 一百碼跟你的彈走點相差只差到0.7公分左右 然而原本老舊缺乏料件維持的MP5跟科特衝鋒槍都會逐步淘汰 我們都認為這個槍枝的出速或者是這個速度來講 都比以往的還快 而且它這把槍它的重量非常的輕 而且都是屬於跟科拉克的材質是屬於輕量化的 所以塑鋼型的 不只陸地戰力補強中空中威脅 更是我方最優先防範項目 解放軍彩虹寺無人機 可攜帶345公斤的主氣彈藥 執行對地攻擊任務時可以掛載4枚飛彈 最近更在海峽中線北側 侵擾我方北部空域 對岸積極發展成本低廉價武器 面對這種新型態威脅 我方得更小心應對 今天選擇我們會轉到台北參謀島 選前黃金周包蔡培會最後衝刺 接下黨魁的賴清德下個任務是否是3月中啟動的總統初選 若一切順利何時能訪美 因為可能對手柯文哲4月初易經在美國 今年有機會代表國家出訪嗎 過去被戰大衛的都曾到美國走一趟 雖說賴訪美會因不元首身份敏感 但選者相信美方還是好奇賴的外交立場 假設他要是沒有更好的說法的話 依循既有的這個蔡英文的這種兩岸政策的論述呢 我覺得如果說他能讓美方相信他是持續在執行這條政策的話 應該是有幫助的 另外日本產經新聞25日報導 蔡總統確定了在8月前訪美的方向 更指出吳釗希日前赴美也有商討相關計劃 可能的方案有三種 除了去巴拉圭總統就職途中過境美國 又或者被美智庫邀請演說 另一個會不會循李登輝模式回母校康萊爾大學演講 畢竟馬英九卸任前也曾到哈佛閉門演說 只要是不要到華府地區 大陸我想他也了解 就是說不可能做更多的限制 因為美方也會有他的這個堅持 安排我國政府高層出訪 一向是外交部的重點工作 如果有總統出訪的具體規劃 總統府及外交部會適時主動對外說明 鄭重澄清報導數揣測 不過總統訪美或許還有另一個時機點 因為今年的APEC美國是主辦國 今年底11月APEC的領袖會議 我國元首能不能守之餘會 我們會朝這方面來努力了 機會不能排除 可是目前看起來可能還不是那麼的高 他也要考慮到APEC既有的一些成員的一些 大家的一個立場或態度 隨著蔡總侯任期只剩下一年多 政府元首未來赴美各自的目標和象徵意義大不同 TVB的希望和福華流聽聽得到 28紀念活動國民黨不缺席 主席朱立倫提前追悼之外 也幫蔣萬安換家 試圖淡化蔣家人的每年課題 萬安是我們國民黨終身代裡面最重視轉型正義 也是推動整個和平紀念日 以及相關活動上面最認真努力的 我可以跟一些受難者家屬見面 能夠聽聽他們的想法 我想當然對他們來說 對家屬都是一個心中的傷痛 也是歷史上面的一個傷痕 我們都會坦然面對 希望能夠撫平傷痕 朱立倫也強調無關政治只求愛與和平 他的目標不是政治的目標 這絕對不是屬於哪一個個人或哪一個政黨 和平紀念日是屬於全體台灣人的 朱立倫先生你的演技確實不及格 今天你的表現是死黨 只有從這個究責道歉 我們才會走到第三步的和解 但想撫平傷疤不容易 而且儘管講完兩度跟家屬面對面 但相關團體中仍有人拒絕 跟北市府合辦紀念儀式 絕對不跟屠夫的後代為伍 絕對不會同台 四年以後蔣萬安你下台 我們就會跟台北市政府合辦 如果不是國民黨 不過基金會執行長說 未來是否跟北市府合辦 仍要經過董事會同意 目前為止沒有說不在台北辦 今年在台南辦也是很少研究決定 但蔣萬身為市長又是後代 楊振榮也呼籲他實際行動不能少 TVBS新聞東訊專科台北報導 我承認我確實髮量很少 我確實髮型像紅毛猩猩 怎麼會這樣自我比喻 台北市議員王世堅從電影裡的洽急 瞬間變紅毛猩猩都是因為他 連王世堅本人都認證到底有多像 剛好他被市長講萬安去動物園當保姆 照顧八個月大的紅毛猩猩秀彩 秀彩乖乖躺在講萬安懷裡 整顆頭毛髮蓬鬆亂翹 跟王世堅略帶空氣感的頭髮 嘴性瀟灑還真的有點像 不過王世堅唯獨不認同這一點 生病兩個字是沒有啦 是不至於啦 我每天都活蹦亂跳的 挖苦啦來開玩笑 我都必須接受 更何況那個節目是博君一笑 當時是照著腳本來演出 還是覺得他是非常暖的一個暖男 可能比較像是電視劇裡面的韓星 當時講完之後 其實有去跟世堅議員握個手 然後我有跟他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這樣他就跟我說你也學壞了 學姐黃靖瑩趕快澄清 這不是自己的真心話 就連講萬安也緩家 秀仔是女生啦 他不太一樣比較秀氣喔 那世堅議員是非常陽剛喔 所以我想這個沒辦法相比 被嚴上兩個月後 往時間髮型 再掀話題 直說不介意 可能秀才才想問 為什麼要說自己 跟大叔這麼像 女學生站在十字路口等著過馬路 只見一輛黑色機車沒減速 直接騎上無障礙設施 往停車場前進 把民眾嚇得往後退一步 人車真道好危險 有時候大家就是上下班 會搶快這樣子啊 然後車多的時候 蠻容易發生車禍的 有些行人走路都是在滑手機啊 那對有時候轉彎的時候 可能汽車有時候沒有看 有些車子可能開比較快 但是我覺得行人他自己也要注意 他不是一直滑手機走路 車輛要找地方停車 行人要過馬路發生強盜情況 還不只這一樁 像這種高架橋下的停車場 在台灣很常見 為了避免行人跟車輛混在一起 捷運僅停站附近的停車場 設置了分流系統 只是這設計讓行人直呼 還是有點怕怕 行人走在斑馬線上 其實想停車必須經過斑馬線 才能進到停車場 但這中間還是有一段重疊的地方 行人走道比較小 車流量又多 希望能改進一下 你覺得怎麼樣改路嗎 怎麼樣改 就是人行的稍微改比較寬一點 如果說有這種 有跨越到人行道的部分的話 還是建議我們機車騎士 能用遷行的方式 來保障我們行人 或是自己自身駕駛的安全 而騎士也要小心 沒禮讓行人可處1200到3600元 沒注意騎上人行道 可處600到1800元罰還 為了貪圖一時方便 吃下罰單 實在得不償失 特別新聞 鄭壽品傑 新北傳報道 你在畫什麼 改成雙向道了 半夜不睡覺 跑到大馬路刷油漆 看到警察襯衫男 語無論次 您這份能介紹嗎 您是公務人員嗎 我不是公務人員 那你怎麼會自己畫 你怎麼會自己畫 18號凌晨一點多 有人經過台北市大直 這處單向巷弄 看到有人提著油漆桶畫箭頭 只是附近又沒有施工告示 對方似乎也不是公家單位 隨地塗鴉 畫完一個休息一下又再畫 一個單向路口 被他畫了兩個箭頭 這箭頭有正有反 到底是要看哪裡 往前再走一段 奇怪的箭頭畫了一整排 油漆滴滴答答 畫到警察都來關切 那您有沒有公務人員的身份 我沒有我沒有 那你怎麼會畫這個 這是公務人員才能畫的 回到線上可以看到 這位男子塗鴉的痕跡 還留在馬路上 而一般來畫這標線 是箭頭是這麼大一個 但是他畫的卻是小了一個尺寸 而且整條馬路上滴滿油漆 警方通知環保局道市場清理 避免有人經過滑倒受傷 年約60歲的男子向警方公稱 他是網路接獲消息 這裡要改成雙向道路 他才提出油漆畫標線 但實際上根本沒有人通知他 擅自變更交通標誌標線的行為 警方當場開罰 最重可除2400元 律師解釋如果胡亂塗鴉的標線 造成駕駛誤判亂闖 導致騎士摔車或行人受傷 被害人可以向塗鴉者提告求償 但也提醒用路人 經過單向道減坐邁行 別被奇怪的符號誤導了 TV網站新聞理解台湾上不到 在載到排隊上國道 沒想到右側白色轎車走路監察隊 還超車硬切 後方行車記錄器拍下全程 檢舉對方違規 卻被通知查車及系統 被檢舉車輛廠牌無誤 但車身顏色不符 為免爭議本案不舉發 另外也有民眾檢舉車輛為禮讓行人 但顏色和形勢明顯不相符 一樣是被通知難置單舉發 如果拿開車沒有改登記車輛的資料的話 肇事逃逸 那被害者是沒辦法索取他該拿到的賠償 這情況看在氣熱美容業者眼裡 的確有可能發生 但有時候也是要避免出現烏龍罰單 我是覺得說以台灣人的手法紀律來說 其實應該也不自己去賺這個法律漏洞這樣子 我們台灣的法規部分 可能要稍微做個修改 業者說目前市場上 選透明模的車主約六成 另外四成會用有色模 透明模用途是防跳石刮傷和車漆氧化 而有色模則是要展現個人風格 如果說你今天真的是包有色模的部分 當然是一併新造部分去做更改 你可能只需要花650塊而已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可能沒有做更改之後 今天在路上被警察攔檢大的話 其實罰單是900塊 那我覺得 業者觀察多數車主改車色 並非為了規避檢舉 目前新車滿五年才要驗車 十年內每年驗一次 十年以上每年驗兩次 車輛改色沒去監禮 機關變更可能被罰 但如果交通違規被檢舉 卻不會被開單 讓不少民眾覺得不合理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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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全都不回來 我們全都要不回來 即將臨盆的孕婦媽媽當場下跪 忍不住落淚 恐訴花了上百萬買的預售屋 房子卻偷偷被轉售他人 我是因為來看房子 發現人家要裝房的 然後他們跟我講說 這房子有你的名字嗎 我說這一箱還沒過戶給我 我沒有名字 他跟我講說 人家都已經過戶了 原買主一查 才發現自己買的房 疑似被建霜一無二賣 這裡是嘉義縣民雄鄉 有五戶預售透添錯 五位買主在兩三年前 就各匯款兩百萬到三百萬 給建霜總計一千三百五十九萬 等了三年房終於蓋好了 卻發現建商疑似二度轉賣 我們真的合理的懷疑 這根本就是 全部共同合夥的詐騙 所有的五戶一千多萬 第二是賣 又比原來的價金又多了一千多萬 來回他給賺三千幾百 買主們發現 過去和建商簽預售屋買賣契約後 就沒有實價登錄到網路上 建商負責人去年七月 又信託給另一位建商股兜 事後五千房就被轉移登記 如今聯絡不上建商 疑似捲款落跑 這五位買主 有人要照顧年賣母親 還有人是懷孕準媽媽 實在心急如焚 很開心知道說我有小孩的童子 我也發現我們房子沒了 被指控的建商就住在這處建案隔壁 但按門鈴都沒人回 早已冷去柔空 門前信箱還貼了好幾張行政訴訟通知書 嘉義縣消保官說買方可向縣府提出申訴 呼籲建商要拿出道德良心 TVBS新聞記憲恨嘉義報導 美國網紅在紐約曼哈頓街頭跳舞路抖音 沒想到民主黨參議員桑德斯掛著一副窘臉 從他背後經過 這段影片一PO上網已經吸引超過200萬點閱 TikTok的短影音常被指責會影響學生的專注力 不過卻有人拿TikTok來叫人閱讀 這位34歲健身教練Oliver是所謂的功能性文盲 也就是雖然受過教育 只是在基本的讀寫和算術能力上有困難 不足以應付生活所需 其實美國教育部在2013年的調查 發現全美有3200萬成年人屬於功能性文盲 沒想到CBS電視台報導如今全美有1.3億人 試制能力甚至不如小學六年級學生 過去的Oliver看得懂單字卻無法理解文章 不過他靈機一動用抖音記錄學習閱讀的過程 現在超過100,000人追蹤他 聽到他每個字文 如果只有年輕人沒有 我認為他沒有 他逐漸了 但決定要結束每個項項 Oliver說他今年的目標就是讀完100本書 而且每天都要為剛出生的兒子朗讀 Oliver希望透過抖音讓更多人可以不受短影影響 保持專注享受閱讀樂趣 TBBS新聞綜合報導 超市還沒開門營業 南韓大媽們已經進入備戰狀態 他們摩拳擦掌就得著搶購高級食材韓牛 只是當他們看到售價標示後 韓牛貴桑桑讓消費者大喊吃不消 近年來韓牛飼養農戶越來越多 產量也有所增加 韓牛的批發價其實早已大幅下滑 只是受到通膨衝擊 從飼養、屠宰到加工 韓牛的生產成本一層一層往上跌 加上高物價讓消費者捏緊錢包 拒絕購買向韓牛賬的高檔食材 現在南韓政府出手打算拯救韓牛 南韓政府通過補貼讓業者提供 像是韓牛便當等平價商品 希望刺激韓牛的消費量 只是根據韓牛協會認為 未來一年內南韓養殖 韓牛的小農數量恐怕從現在將近9萬家 減少到只剩6萬家 有超過2萬養殖戶可能倒閉 如果南韓人繼續拒絕消費韓牛 恐怕會讓韓牛養殖戶 血本無歸只能關門大吉 TV新聞綜合報導 林舒豪選擇在3分線外 停下來投一個3分球 對方之後來個衝距離 即上回吞敗來台第三站 林舒豪一開場就先連得5分 阿Tino這邊變得到分 但首節最大敵人是 商譽歸隊的工程師阿Tino 讓林舒豪防守都造成打手犯規 讓阿Tino 競算加罰 完成3分打 單節獨拿15分 上半場林舒豪平倒地打得很拚 儘管攻下個人半場新高17分 外帶4籃板6助攻 卻依舊以49比56落後地主攻程師 到了第三節 鋼鐵人沒能突破壓制 已久落後 不過第四節 林舒豪在扛起球隊得分重責 上演逆轉秀 林舒豪一連完成兩季3分打 再加上洋將鐵米連奪5分 這一波攻勢搶回領先 時間是工程師最大的第一人 然後這個球又沒投進 儘管拉開到雙位數差距 林舒豪在倒數2分37秒 再近3分球全場瘋狂 林舒豪攻下32分新紀錄7助攻7籃板 帶領鋼鐵人19輸比82贏球 賞給對手5連敗 我覺得也是要對自己比較耐心一點 我是一個就是很快想看到結果的一個人 所以我也是知道要慢慢調整 那就是這只是我第三場 一個賽季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我也會就 就是也提醒自己要慢慢來 那今天就比較好可以找到一點節奏 上演大反撲林舒豪來台率隊打下 第二勝228更要跟弟弟林舒偉來一場 林家兄弟對決 而T1聯盟同一天也舉辦明星賽 霍華德將參加3分球大賽 懸在連假最後一天NBA大咖助陣 兩大聯盟隔空尬場 預備新聞綜合報導 四半熱身賽第一站把握機會練習抓手感 畢竟中華隊首度要在球迷面前亮相 推出下溝投手黃子鵬先發 這也是他首度對上母隊樂天桃園 抵台隔天古巴隊25號中午 也到了新莊棒球場練習熟悉場地 26號將迎來熱身賽分別對上中職 富邦漢將兩場跟衛拳龍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隊伍 我們在做好好的隊伍 所以能夠做得到好一點 我們想要比賽到比賽 不斷趕快 不斷趕快 我覺得這個隊伍很強 但我們能夠做到最好 讓我們能夠進入隊伍 古巴隊首度加入現役大聯盟球員助陣 像是白襪中外野手羅伯特 內野手孟卡達 大聯盟好手將在3月3號抵台 教練有信心戰力大提升 這回跟中華隊分在預賽A組 要靠著熱身賽培養好默契 因為正式經典賽步步逼近 這三場三連戰告訴選手 是要把它視為我們在 3月10號11號12號的三連戰的 一個比賽中 勢必在比賽中把自己的張力情緒 所有都融入到場上 中華隊預賽首場對上巴拿馬 3月8號晚上7點開戰 接著依序對上意大利荷蘭以及古巴 預賽都還沒開始 但運彩已開盤偷助猜誰是冠軍 最被看好前三名多名尼迦 日本跟美國至於中華隊排第9名 你越早買賠率越高 如果越接近的話賠率就會越低 昨天都很多也是有一些運彩的彩迷啊 就是買日本對10萬 還會再陸續推出 像是單場或場中投注 又再分讓分不讓分等 玩法多樣棒球經典賽 熱潮已經逐漸掀起 特別新聞綜合報導